A这个机会措施的还有B和C的选项 其实这些选项没有对合措施 只要你认定去努力一定会发光发热 就像今天的赵永庆一样对不对 OK好了刚刚是前三条 还有一条语音我们来听听要说什么 赵永 我在你一切都挺好的 不知道没有我在的舞台 你一个人会不会痕迹 我想了想 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为你唱首歌 再增加一点 尴尬的气氛 你要我怎么说 你才忍醉 你的不对 你的胆费 一言不合 你就胆费 So fly away So fly away You fly away Get out get out You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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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ut 这个太惊喜了 太惊喜了 这一条发了 真的还赵永 心 我都呛到了 而且真的是这个声音还蛮好听的 他私下的声音都这样 他在拍戏嘛 对不对 对 刚才那个声音应该是据我对他的了解 让我们就睡一觉之前 让我们就起床 你怎么这么了解 我 我当然了解 我当然了解 OK OK 好了 所以他挺惊吓 挺惊吓的 其实要说到了 刚才他一直在里面有点抱怨的感觉 感觉是说没有他的舞台 你会不会有点寂寞 是是是 然后呢 说你现在都自己一个人可以撑起片舞台了 感觉好像不再需要他们 然后心里有点酸楚啊 然后呢 然后还 你先铺垫 再铺垫 再铺垫一点 然后呢 你们还自己 你还在自己的微博里截图了一张你们的聊天啊 哦 对吧 对 然后我印象当中 他还选了一首歌 他说看到这个歌 歌名他就开心了 他说 说过的不算 对 一一回应一下吧 嗯 没有 全次 他肯定就是为了这个 气我一下 因为 因为他们四个人 确实还 真的非常的挺我 对 我只是说了 他们只是威胁我 威胁我这张片必须要发好 所以我的演出 必须要尽120分的努力 所以 他这个 就是撒娇了 你知道 就是 但我 但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不爽 不爽的地方 就是当了那么多人撒娇 然后呢 就把我弄得很尴尬 这样 确实尴尬了 你知道 所以今天回去好好给他打一个那个FaceTime聊一下 哎 那他私底下是怎么撒娇啊 他私底下的撒娇真的特别恶心 啊 比如说呢怎么样 比如说前面这都是都是残见词这么多 这么多啊 你已经恐惧症了我 他撒娇吧 分每一天不同的那个状态 他有很 很男人那种撒娇 你知道很男人的撒娇是很让人 就是 我说的不是男人就是凶啊 不是 他都是 很男人的撒娇 就是哎呀 我学不了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是 就是每一次我看到男人 而且他腿毛又重 然后他就回家腿毛来蹭我 哦 然后 他一蹭到我就很恶心 你知道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这 他特别明白我对什么特别受不了 啊 然后对 因为我们两个就喜欢玩彼此的耳朵嘛 啊 然后呢 他有时候玩耳朵的时候 他又不是那么玩耳朵 哎 他就 哎呀 不要拿我的手 哈哈哈哈 对 我就过了 我才是过了 他才是真的太讨厌了 你知道刚才在大屏幕上出现什么 四个字嘛 快一点 节奏加快 哦 节奏加快 我想说一聊到谭剑四怎么这么冷聊啊 是不是 好了好了 讲他了 至于至于剑四的故事呢 我们觉得还可以他们继续延续下去嘛 对不对 有很多的连续剧条段可以去演 哎 剑四大概什么时候会发歌啊 看我什么时候给他写完吧 啊 啊 现在已经给他在写了是不是 他在跟我讲他的那个诉求 OK 嗯 好 诉求 好官方 啊 这是刚刚我们听到的 就这四条对不对 四条来自 对不对